这几年国内影视行业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有很多新人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发展 可能大家也发现了 现在娱乐圈似乎更看重颜值 一些年轻演员都是凭借着自己出众的形象走红的 真正有演技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小编还是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应该是演技 因为只有好的演技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作品 给观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虽然娱乐圈里面有很多年轻演员被网友吐槽演技 但是也有一些演员的演技实力是比较强的 不管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能演绎得很好 相信大家也听说过感情戏是最考验演技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演员在拍戏之前是不熟悉的 两个人可能之前也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他们却要在剧中表现得非常亲密 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戏份 这对演员的演技考验是非常大的 不过现在的感情戏几乎在每部剧中都有 所以这也是演员们必备的技能 而今天小编就要跟大家分享两位年轻演员 他们在感情戏方面就处理得非常好 他们就是罗晋跟王元可 这两个演员相信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他们之前就合作过一部作品 两人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对新婚夫妻 大家都知道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而这两人在这部剧之前没有任何的交集 但是他们在剧中的表现却非常的好 这部剧中有一场亲密戏他们俩演得很好 很多观众都对他们的演技称赞不已 这场戏是罗晋早上赖床不想起床 王元可就去拉他起床 但是没有想到罗晋顺手就将王元可拉倒了 这样的一幕在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而这两个人演绎起来非常的真实 就像是真的新婚夫妻一样 完全没有扭扭捏捏的感觉 如果这样的亲密戏份让一些新人演员来演绎的话 可能就很难演出这么真实的感觉 所以还是希望娱乐圈的一些年轻演员可以好好磨练自己的演技 给大家带来一些更优秀的作品 不知道你们觉得王元可跟罗晋的表现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跟广大网友们一起进行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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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好吗